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爆炸性消息 为战争做准备 广东千家企业将迁到四川 是珠圈还是看守所呢? 上海养护院虐待残疾人 广州登达疫情 11区全部沦陷 首言三离重症 被诅咒的胡夫金字塔顶出现了一条狗 网民炸窝啦 大家好 欢迎来到《社会多面看》 我是李晨熙 10月15日 中国各社交平台关于沿海地区 广东1,500家企业 将迁移至西南地区四川的消息 引发网民的关注 公众号目深发帖称 这个举措又如一火巨石 投入了平静的湖面 激起了层层的涟漪 根据财联社早前报导 中共当局将引渡企业 从东部向中西部转移 在高层批幅的国土空间规划中 四川成为唯一一个被点名的战略福地 文章称 维州的TCL集团 联想集团 小米科技 格力电器 长虹电子 海尔 华为等共计1,500家企业 将开启这场规模宏大的迁移之旅 并称 这将是广东40年来最大规模的产业转移 文章声称 在风云变环的国际环境下 四川的地理环境疑首难攻 全部是大山 可以承担隐蔽军备工业的重任 并称1,500家企业 让人联想到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的中共的三线建设 当时中共将大量的工业和军事设施 转移到中西部偏远地区 一位熟悉三线建设的学者 邝錦尼10月16日对海外自由亚洲电台表示 上世纪六七十年代 沿海地区比于上海 广州的工厂向内6,000移 是为协助西南西北地区的制造业 但是现在 形势变了 天变、道也变 哪里有前方和后方 他们一直担心 万一发生被攻击事件 我们的沿海地区 重要的加工和科技力量将受到打击 这将是致命的 据《新经报》10月13日报道 9月25日 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党 提出促进高品质充分就业的政策 然而 引渡资金、技术、劳动物集型产业 从东部向中西部 从中心城市向福地有罪转移的表述 引发了更多关注 产业转移背后的经济因素 社会需求和国家战略等 成为人门热义的焦点 独立电视制片人李君在《精英论坛》节目中表示 这次中共国务院发文 推动所谓的资金技术劳动物集型产业 从东部向中西部 从中心城市向福地有罪转移 虽然党上没有军事战略描述 但是肯定和战争准备是有关的 李君说 虽然这次中共的动作是重磅级的 但是表面上隐蔽性很强 它是放在国务院公布的一个指导就业的档案中 看起来是在解决就业的压力 但是国内的一些学者评论说 这是一个重要的国家战略 不过 现在这样的产业转移 难度是非常大的 因为整个社会环境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只靠政府行政命令来转移人才 资金、技术 可以说基本上是没办法实现的 这样的转移具体成果 并不看好 近日 一则震惊社会的影片在网络上广泛传播 引发了公众对残疾人士权益保护的关注 这段影片记录着上海浦东新区一家残疾人 养护中心内部极其恶劣的生活环境 令人触目惊心 根据影片画面显示 在这家名为上海公园养护院的机构里面 多名残疾人士被关在狭小阴暗的隔间里面 这些隔间由铁烂门封住 环境安装不堪 就此走进了猪圈 失去了自由的罪犯 透过多个铁烂门可以看到 有些人背靠着铁烂门坐在地上 有些人就没着衣服 躺在狭窄的房间里面的床上 有些就卷缩在地上 整个环境十分安装恶劣 这个事件发生在被誉为国际大都市的上海 不禁让人对中国其他地区残疾人士的生存状况 产生了深深的忧虑 据悉 上海市共有372家残疾人 拓养服务机构 分布在全市各个区域 不过 这么差的管理状况 却是在号称一线城市的上海出现 不得不让人质疑 其他地区的情况可能更加严重 也有大陆网友说 特色优越性之下 精神病院 养老院 也进化成暴力的机关 对此 前中国媒体人赵兰健发问说 这个由中共控制的上海残疾人养护基地 暴露了中共社会的虚伪和暴虐 上海作为国际的大都市 代表着中国最接近国际水平的地方 不过在迫害人权这一点上 上海市政府对待残疾人残忍行为令人震惊 他说 与美国的拘留所相比 上海这种残疾人养护基地条件令人不似 根据他所了解 美国拘留所的清洁程度 堪被医院和手术室 即使是被拘留者 也能得到尊重对待 照兰健说 看看在养护残疾人这个场景 你们认为活摘器官 是不是也能广泛存在呢 养护残疾人的民政系统就像监狱大楼 其他供检法下设的统治工具会是怎样呢 那些中国真正的监狱 还有关注铁链女的精神病院会是怎样呢 中共专治下的中国残疾人士的命运确实堪忧 今年3月湖北武汉就曾发生过 一名没有手臂的男子因为没办法出事残疾症 而被拒绝免费坐地铁的事件 地铁工作人员说 规定必须出事证件核验 最后这名男子只好买了票才入站 有网友更直言 中国就是一个大型奴隶养殖场 红色权贵将民众当成猪狗来养 中国共产党马列王鹅奴 是没有资格来管理中国民众的 中共只有被枝解了才能够避免这种悲惨的状况 老百姓才能够获得自由和民主的生活 广东广州近期登革热疫情全面爆发 下核一共11个区全部淪陷 无一行免 近日广州市疾控中心通报 单周新增437个病例 其中重症病例3例 这是广州首次公开登革热重症情况 10月15日广州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发布最新一期登革热疫情监测信息通报 10月7日至13日广州市报告新增437例登革热病例 较上一周增加185例 还比增加73% 其中本地病例360例输入病例77例 新增重症病例3例 这是近期广州首次报告有登革热重症的病例 360例本地病例分布在11个区 排名第一的是白云区100例 全市大部分的街震都已经涉及登革热的疫情 广州疾控中心声称 近周登革热新增437例 目前没有死亡病例 外界普遍質疑疫情数据严重缩水 中共官方一贯隐瞞疫情真相 去年9月 雲南爆发登革热民间就传出有死亡的病例 但是官方并没有对外公布 其实广东省登革热疫情早已经大爆发 9月底至少就在20个城市蔓延 其中佛山、广州最为严重 民间经存佛山医院人满为患 一藏难求 近期 南方医科大学南方医院 接诊的发热患者中 登革热阳性比例明显增多 该院疑难感染 诊疗中心主任 彭杰表示 以往100个发热患者中 可能就有10至15个确诊登革热 现在可能超过40个检出登革热阳性 轻症患者居多 登革热是一种由登革病毒引起的急性重回 传染病 主要是靠花蚊传播 有网友提醒 登革热不见面就能传染 发展严重的话可以致死 登革热没有特效药 出现以下症状要立即就医 包括突然发烧 并伴随有面部 颈部 胸部潮控 或者伴有较劇烈的头痛等等 人一旦感染了登革热 血性诱客 患者可能因此在24小线内死亡 虎夫金字塔 坐落在埃及的吉薩 是古代世界七大奇跡中唯一仍然扼立不倒的建筑物 作为古埃及法老虎夫为自己修建的灵墓 这座高达136.5米的巨型建筑物 经历了数千年的风雨侵蚀 至今仍然扼立不倒 传说法老的诅咒守护着这座金字塔 任何胆減冒犯灵墓的人将会遭到不幸的报应 从探险家霍华德·卡特1922年发现了套坦卡毛灵墓之后离奇死亡 到近年来 一些登顶金字塔的人意外身亡 这座古老的建筑一直笼罩着神秘和诅咒的阴影之下 10月15日一名男子在城塘滑翔散飞行时 拍下了一只狗站在胡夫金字塔顶端的画面 这只狗在136.5米的高空上 对着空中的尿在狂吠 而它是如何爬到这个高度的呢? 目前仍然是一个未解的味 男子在影片中表示 它并不清楚这只狗是如何爬上这么高的建筑物 也不知道它能不能下来 这个事件立即引发了全球的关注和猜测 有人认为 这可能与金字塔的神秘能量墙有关 或者 这只狗能够感知人类无法感知的能量 正是这股能量引导它登上了顶端 也有人猜测 狗可能无意中透过某种未知的路径 或者借助自然力量登顶 这个也为金字塔的微解之迷再添一笔 胡夫金字塔的顶端一直是人类无法轻易到达的地方 虽然在过去的几个世纪中 曾经有一些勇敢的探险者试图探登金字塔 但是大多数人都以失败告终 上个世纪中期 英国一位名叫匹德的年轻人 曾经成功爬上了胡夫金字塔的顶端 不过只是十多分钟之后 他就不幸从塔顶跌下来 当场死亡 这起事件震惊了世界 也让法老诅咒的传言更加深入人心 也就是说 任何试图冒犯金字塔顶端的行为 都会朝至不幸 根据历史的记录 自从上世纪中业至今 若有200人成功登顶金字塔 但是所有人无一例外地都跌死了 埃及政府也因此严格禁止游客 攀登金字塔以保护这座 珍贵的历史遗迹和人们的安全 胡夫金字塔作为人类文明的奇迹之一 始终吸引着世界的目光 这次这狗的神秘登顶事件 再次为它增添了一层神秘的色彩 同时也提醒我们 古代文明的智慧和秘密 仍然值得现代人继续探究 未来或许会有更多的谜团将会逐步揭开 好了今天就和大家聊到这里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